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圓 今天叻 OK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面前这两位大耳朵先 一天内上了3000多个SOP的阿旺 这个 让阿旺一天内上了3000多个SOP的小明 如果你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 你们先去小明的频道 去看他最新的影片 那个视频叻 让阿旺上了3000多个SOP的 所以我在那边先 代替阿旺 感谢SOP的那些人 感谢 感谢 给一个飞吻 很恶心够了 OK 今天叻我要拍的题材叻是 我觉得 蛮有趣的一个题材 我原本想要保持神秘的 但是我现在想到 我标记已经写出来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神秘了啦 所以我等下就会 进行这一个话题 OK 我看你吃我真的很饿哩 YA 所以我们现在就 到了我们的办公室 停车场 办公室 工作室我可以讲办公室 工作室 工作室 sorry 我们现在就到了我们的工作室啦 然后 我们现在就是要上去咯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工作室这一边 然后我就要马上开始今天这个影片的话题 这影片的话题我个人是觉得蛮感兴趣啦 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般朋友里面我们也是很常玩游戏的但是我们比较常玩的是王者荣耀然后 阿旺的话呢 他就很喜欢玩PUBG 小明的话呢 他也是一个王者荣耀的 Lover来的 OK 所以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在讨论哦 王者荣耀 跟PUBG这两个游戏 没有玩王者 你觉得呢 我自己 想玩啊 自己啊 当然咯 你是世界Lover来的嘛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他这样想要PUBG而不想玩王者 因为他的王者玩得很坑 OK 所以我们要怎样从这两个里面得到一个结果呢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 我会用我的Instagram 因为Instagram有那个投票的功能嘛 就是 两个然后投票一个嘛 所以我就会可能放王者荣耀跟PUBG这两个 然后让他们去投票 到底他们是喜欢玩王者荣耀还是PUBG 然后我要让他们reply我那个story来告诉我他们选择的原因 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啦 OK So 我刚刚叻我就写了一个story啦 然后我的story是这样写的 你们比较喜欢玩哪里一款呢 顺便回复我这个story告诉我为什么 是这样子的 我就拍了两款游戏的照片 然后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 下面我就放PUBG跟王者 所以我就很好奇 他们的答案到底会选择PUBG还是王者叻 你们现在还没有知道答案呢 你们可以先在影片下面留言 你们个人喜欢哪里一种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哪里一款游戏会获胜 OK 现在在等着赛事结果的过程 然后我现在没有实行之后 我们就在那边是不是 就是他教这些有东西做的人 诶 肉啊 剪片啊 蛤 哇 有电脑了 微亮了哦 剪片哦 又翻译包啊 就有什么样的 像是鸣 小明 哇 哇 OK 可能你们不知道会做什么叻 因为你们去看他的vlog 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弄他了 每次叻 他拿着相机的时候叻 他一定会弄我的 现在我拿着相机我还不报仇 然后我等什么 我刚刚叻 就看了一下那个结果啦 因为现在才刚刚过了大概五分钟左右 然后叻 那结果其实是蛮明显了的 结果其实真的是非常明显了 只是讲我在等多几分钟 看会不会有扭转 扭转那个局面的那个机会 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渺茫的 然后 然后你们如果已经留在下面了的观众 你觉得 你们 会猜的对吗 到底是哪里一款游戏应了 OK 我要公布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赛事结果是如何 我这个story posed了大概五分钟左右 然后那个票数叻 PUBG是拿922票 然后王者的话是拿329票 然后那个对比的%率是74比26 PUBG 74% 王者 26% OK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些网友他们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得到就是 有非常多的人已经私讯给我 我们从最下面最下面看起 首先是 这一位他讲 因为我只会玩PUBG 另外一个是 因为色人比较爽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一秒我头脑不无聊一点 下一位 玩绝地求生吧 王者太多坑玩到突穴 这个我们赞成 你赞成吗 王者太多坑玩到突穴 所以他选择PUBG 我赞成 可是你有玩 我不赞成 OK 下一位 这一位咧 他是讲 王者就很险啊 一直同一个地图 下一位 王者死了 可以复活 所以他应该是选择王者吧 王者比较好玩啊 刺激一直要跑很费时间 对 这就是我的观点 这是我其中一个不玩PUBG的观点 我不是不完全不玩PUBG 只是讲 少玩哦 但是阿王要求要玩的时候 我们都会陪他玩啊 只是讲 我们比较常玩 王者荣耀 沙子最近也是很疯玩PUBG 非常疯狂那种 他每天都玩到大概两三点 凌晨两三点哦 玩到凌晨两三点才赶紧去睡觉 他真的是上于PUBG 然后 下一位是 可以带妹吃鸡啊 你王者也是可以带妹啊 所以讲王者不会带妹 是不是 赞成吗 OK 别人要聊我 我非常的尴尬 下一位 PUBG 比较现实一点点 王者很像看到卡顿在跑 在那边笑 王者玩到不好 会给人骂 嗯 这个是赞成的 因为如果你王者玩到不好哦 因为那些王者 玩王者那些玩家啦 他们都好像 很在乎那输名这样 如果你玩到很啃啊 他就会骂你这样 就会骂你啊 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讽刺性的话 听到会不舒服 喜欢枪战类求生的游戏 嗯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观点啊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喜欢玩这种 射枪的这种类型的游戏 PUBG 一死掉 从来不会生气 王者死了 骂队友坑 而且王者还要明文之类的 很麻烦 嗯 赞成 赞成 哇这个就比较有一点特别了 就是 万中无一了 他讲 都没有玩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玩 我觉得这个人非常有个性 玩王者的人都很喜欢语言讽刺 对 这个是绝对的事情 这个是赞成的事情 PUBG容易上分 王者遇到坑队友打输 会有back check 哈哈 还会掉心 OK 因为刺激比较刺激 杀人比较舒服 OK 玩王者至少不会像刺激的时候这样累 对 这就是我觉得 我不喜欢玩刺激的原因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刺激我觉得很 很消费体力啊 就是好像你一直要 一直要看附近的那些人啊 附近那些草啊 那些风吹草动 那风真的 一下你就要觉得 旁边要丢一渣男过去 看是不是有人在那边 我觉得这是蛮非经历的事情 可能你们不会这样觉得啦 OK 因为私讯实在是 太多太多 在几分钟之内有太多 然后我不想影片太长啦 因为我刚刚已经练了 很长我已经读了很多私讯 我觉得这个影片应该也是 非常的长了 所以私讯我就暂时读到这边 然后 我们在最后再来看一次 那个投票结果 投票结果的话是 一样咯 73% 对比27% 对于我们这种 王者的爱好者 你有什么看法 你们坑就自己讲啦 讲什么 不要 OK 我们在这边是非常中立的 他是王者爱好者 刺激爱好者 所以你刺激爱好者 所以你刺激爱好者有什么看法 对对对 我要讲一句话先 就是我不是讲不喜欢王刺激 只是讲我比起刺激更喜欢王者 OK OK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子 不是完全没有玩 只是讲比起刺激我更喜欢王者 因为王者方面 这边是一个团体游戏 实际的想关系 其球的是策略 不要这样学他 他想的东西讲的 OK OK 他没有头老 我转比较宽 没有两位 没有简单来讲就笨啦 是是笨 OK所以我们不需要讲太多了 今天这个影片呢 已经很明显有一个答案了 然后 所以今天影片我们就结束了 拜拜 我们下集 很恶心啊 我们下集我们下集